据介绍 厦门市中医院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 是全省首个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 与华侨大学国家语言服务领域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签订共建协议后 双方将合作开展国际中医药语言文化教学资源及课程研发 国际人才长短期研修项目等 探索华文加国医合作路径 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我们厦门市也是重要的桥乡 所以通过跟华侨大学的合作之后 我们大量的来华的国际友人 留学生 华人华侨 都可以在学习语言的同时 也让我们进行中医药的培训 让他们对中华文化加上中医药的养生 保健 治疗方面的一些外置技术 有更深的了解 签议仪式结束后 来自印尼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美国等20个国家的 44名华侨大学外国留学生 还在厦门市中医院体验了热鸣酒 刮沙 针酒等中医适宜技术 我认为它很高兴在中国 尤其是在这个医院 它已经生长了很多年 它是非常特别的 你只能找到在中国 每个人都应该经历一遍 第一次我感到很害怕 但之后我感到很舒服 我以前上过一些很有意思的课程 让我们认识一下中医 要怎么在生活中用的 我很吃惊 还可以这样啊 我对中国更新是谁 对什么中国的感兴趣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 厦门市中医院方面表示 将根据报告要求 加大力度整合资源 讲好中医药故事 弘扬中医药文化